怎么这么刚好今天嘉欣来 于是今天有个最新的消息 嘉欣帮我们解读了 这是新政市议会 在今天正式通过这样的草案 新北市要开征存房税了 台北市本来就已经 之前就已经先开征了 现在新北市也要开征 锁定非自用两户以上的 都要克存房税 这个草案通过之后 对于新北市的房市 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们会觉得影响有限 因为在房屋税来说的话 房屋税的这个本身的税基实在太低了 我们打以台北市来说好了 台北市其实他是有可囤房税的 那他是三户以内自用1.2 到第四户第五户的话是2.4 那到了第六户的话是3.6 但你会以为是第六户算不是 他是如果说你是 他是累计的 就是三户以内一定都是1.2 但是如果你是你有五户的话 你是第四户第五户 都算是2.4 但是如果你是有六户的话 第四户第五户第六户都算3.6 那如果我们用台北市的这个逻辑来推 新北市的状况来看的话 像台北市大安区你的房屋税 如果是三十几年的老公寓 房屋税大概一万多两万 那你乘以三倍 你也不过才多少钱 所以我们会说可能囤房税 他对于地方政府的财务是有一些帮助 但是你真的要达到一个抑制 大家去操作的效果 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困难 你想到好保守操作就是炒房 是 OK 好 刚刚也讲了 所以这个政策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效果 能够对于整个的价格 有多少抑制的效果 不知道 尤其在今天我们讲到329的房市 刚刚我问了嘉欣说 有没有一些价格的空间可以讨一点便宜 他说恐怕很难 最主要来自于土地的价格 取得的成本相对就比较高了 好 但是有个最新消息 最新公布第一季商用跟土地的买气 最新公布之后砍半了 到底影响有多大 如果说接下来买气砍半了 价格有没有机会松动 有没有机会再接下来让房价 有一些松动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 到底第一季买气有多弱 好 其实我们如果说是 以根据同业的我们商用的业者 来做一个统计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到 在这个土地的交易的状况而言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从2021年 写下将近3000亿的一个高点来看的话 那个时候的第一季 大概就是500多亿 但是你可以看到 到了今年它的第一季 只有145亿 这样对比就知道了 这样一掉下来那个差距有多大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 当然有几个理由 一个是说因为现在央行 有选择性信用管制 他们针对于土建融 是有18个月的 限期开发的这个要求 那另外来说的话 土地其实已经到了一个 相对比较高档的价格 那有一些业主 他们就干脆等 看看他要不要降价 那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上市规建商 他们现在就在盘点他们的板凳 看看因为过去有一些建商会觉得 土地等于板凳深度 但是现在会觉得说有一些开发 等的时程实在太长了 那与其如此不如先卖 所以在今年的第一季 陆陆续续 其实从去年底开始 有一些业主 他们就把过去可能 养了很久的土地 拿出来去做出售 那换得一些现金 等待未来可能市况上面 相对比较好的时候 再来去做一些新的规划 那甚至于我们也有听过 有上市规建商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重视财务 就是说比较重视财务的一些建商 他们甚至于要求自己下面 构地的这个我们说是土开 你如果没有九成以上现金 不买 所以这种状况也让土地的价格 他会显得相对比较 没有过去来的这么强势 那成交量的部分也没有那么好 那价格 因为买气没有这么的好 接下来价格有没有机会松动 我们会觉得有机会 因为土地的压力 其实是会比房屋的压力来更大 一个是说他有限期开发的压力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土地融资他的利息会比较高一些 那通常他的贷的金额也很大 所以这个会对于一些 我们说是可能他有一点压力的建商 他会拿出来卖 或者是说有一些地主 他可能接下来陆陆续续 如果说11月份他要缴地价税的时候 他后来发现不大妙了 他可能在价格的部分上面 会有一些空间 那如果土地有空间的话 在我们这个我们说是 不动产的一个四个所谓的成本构面来说 土地然后营造政府税费跟获利 这四块来说 土地通常占最大一块 OK好 这是土地 商用不断产的买气 也开始大衰退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升息 因为商用不动产的话 一个是说对于受险业者 因为通常商用不动产的业主 主要来说很多都是受险业者 那受险业者在我们这次 五次升息之后 虽然金管会有稍微放宽 希望他们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最低 投资不动产的最低收益率 已经到2.8以上 那到2.8来说你现在台北市 如果说你要投资商用 商用的不动产 你大概要到3%都很难 所以对于商用业 对于受险业者来说 他们在找标的难度会变高 难度变高的状况之下的话 自然而然就会比较保守一些 所以我们来看 在第一季的一个商用的表现 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同样是拿高点的 这个2021年的这个时间点来看 他当年的累计成交金额是1517亿 在第一季的时候是446亿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在今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只有150亿 你别说2020年 光是去年的第一季 都还有409亿 这今年骤降 抖降到150亿 所以其实可以观察到 升息确实是对我们说是 承接商用不动产的业主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我们问 接下来还有一个升息的议题 就是3月份升息 大家知道有房子的都非常有感 去年一路的升下来 平均一千万 我们先算一下 一路的央行升息 对于贷款一千万来说 影响有多大 好我们直接来算给大家看 如果说我们用2022年升息前 就第一季之前的地板价 地板价的话 那时候央行五大行户的这个统计里面 他的平均利率是1.378 那到了这个我们说是 他升息了之后 其实你就会发现到 那时候还蛮舒服的 我如果借一千万 我一个月还四万七左右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已经逼近了2%了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 如果你是一千万的房贷的话 你大概就发现 从四到五很有感觉 那这次升息半马的话 应该是在四月一号 他会发生 就是说各家行户 就会去调整你的房贷利息了 所以你在今年的四月一号之后的话 你就会知道你的房贷已经破二了 这是十四年来以来的第一次破二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房贷的部分上面来说 你每个月就要还五万多块钱 那如果说跟升息之前来去做比较的话 各位其实可以发现到 一个月多三千多块钱 一年会多四万多 那这个会对民众来说 已经不是少吃两万卤肉饭 可以解决的事情 一个月的薪水了 是他就是扎扎实实的 让这些我们说是还房贷主 他们会感受到那样子的压力 所以我们现阶段看到的市场上面 如果说是自用型的客户 普遍的操作上面 要不就是把时间延长 他可能本来接二十年 他现在变三十年 那另外一种操作的话 就是他降低他的购物预算 希望能够用个比较低的购物预算 可以达到他购物的目标 来下一张 这怎么解读 好我们这样说好了 其实刚刚我们在商业节里面 也有聊过 就是如果说是以央行 现阶段的操作上面来说的话 虽然美国因为这个 我们说是金融机构流动性的风险 他们在升级的脚步稍微慢一些 可在今年的第一季 央行的礼监事会里面 主席也就是总裁 他也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他们现在 比较重要的是打通膨 对那在第二季来说的话 可以看到店家要往上走 那另外来说的话 你可能也会看到 这种民生消费的一个压力 所以打通膨如果放在前面 外界有一些普遍的预期 会认为说 可不可能第二季再生 再生个办嘛 那如果说是我们今天来看好了 在今年的二月份来说 我们刚刚前面那张表 已经告诉大家了 事实上已经非常逼近 这个2%这样子的一个关卡 那等到到了四月份来说的话 他就是正式突破2%了 那如果说突破2%的话 是我们说是购物人心中的 第一个关卡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1%我们刚刚看 我们刚刚试算 4万7跟5万 你会很有感觉 就从4到5 但是如果说他们会 未来如果说升息升到 比如说2.5% 那那个其实就会是一个房市 可能会有出现所谓反转 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但我们认为应该 以央行的操作上面 不至于会让房贷的利率 来到2.5% 好那我问 就延续了上一段的 嘉欣说 329这次可能会有很多的促销活动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价格上逃不到什么便宜 有打算要买房子 不管是现在要进去自住换屋的 现在还要等吗 有没有机会等到 在下一次升息之后 在房价会有比较明显的反转 其实我们也必须要说 现阶段的试况来说 各位如果有去看房子 你一定感受到试况不好 那在城屋上面而言的话 有一些个案陆陆续续 只有价格修正的状况 那预售来说 现在还是刚在那边 就在等谁开第一枪 我会很鼓励大家要不就去看 那你去看的时候 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是说你可能 如果你看预售跟周边的比一比 那你也不一定要那么快下手 但是如果说你看城屋的话 你可以其实透过银行的建固价 你就大概知道你出多少钱 可能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 我们说是可能就太大的 可能会买在一个相对 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觉得终归回到一件事情 大家事上在意的就是价格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在意价格的话 其实你就是 你在看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能要心里头想说 我价格修正 可能幅度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说他愿意给我一些空间 那或许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卖点 最后一个我问一下 最近房贷组 因为真的要还房贷 好有感从4万跳到5万 现在有房贷的 不管是自助的或投资人 你会怎么建议 要怎么调整自己的房贷 有人说赶快有钱 就像中国大陆一样 房贷还一还 至少在能够追得上升息的幅度 你会怎么建议呢 如果说有一些 他真的比较没有办法 像老师们这么厉害的话 理财那么好的话 那或许可能 他也许他就先还房贷 这或许他是一个选项 那另外来说的话 有一些他可能可以再跟银行谈 因为像我们如果说 像我自己 我自己其实也是借一千 那如果说是像这样子的房贷的话 我就会回头去跟我的银行谈 看看有没有一些空间 那如果这么谈 谈什么 就谈利率 就是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利率环金 因为毕竟我们在他们这边已经这么多年 利息也都赚够了吧 所以就可能这个 重新再谈 重新再谈 或者是说可以跟他争取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空间 那如果说是可能你刚满期 那你也许可能在市场上面比一些还不错的条件的银行 那或许来去做转贷 但是你在转贷的过程里面 你要算一下 他转贷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说是移转的成本 这可能也要一起算下去 OK好 谢谢佳馨 请先回座了 哇 今天找到佳馨来 就是因为今天329的房市大档期正式开始了 最近看到很多建商都有五花八门的促销手法 送这个送那个 但是佳馨告诉大家 今年至少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329档期要讨到价格上的便宜 可能不容易 什么时候有机会呢 至少恐怕在下一次 要不就等是不是再升息 要不就是土地最近的买器开始有一些衰退了 有没有机会 在接下来等到土地的价格松动之后 回算回价到转嫁到房价 有没有机会讨到一些便宜 还有哦 大哥心理准备 最近商用不动产的买器开始激动了 所以办公室的租金会不会有一波的调涨 大家心里先有个底 听我给你做参考了 好 今天节目的压轴好戏 我们要交给齐展 因为最近的金价 金价持续的往上飙升 这波飙到了2009块钱 距离前波的历史高点只差一点点的距离 如果世界再动荡 如果银行再爆雷 金价有没有可能再飙高 现在空手的 有没有追的机会 休息一下 压轴好戏交给齐展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好